好 柯文哲是不是跟民進黨 漸行漸遠的 怎麼柯振英的蔡壁如 在群組裡面貼了一個 就是蔡英文的論文 是有真假的這樣的一個 轉貼文 上面還寫了國際醜聞 國恥 國恥 當然這個事情引發效應之後 他說因為這個群組裡面 有很多英粉 目的是要提醒他們外面 還有這樣子的訊息 他說1450就是小英的網軍 不需要這麼敏感 韋翰你怎麼看 就是怎麼會突然蔡振英 柯振英突然會貼出這樣子 質疑這怎麼可能會是突然 這怎麼會是突然 其實柯文哲他的路 其實已經走得很明確 應該我們把時間往前倒 去年的5月之前 其實柯文哲跟蔡英文 是有合作默契的 可是當你已經被 你所信任的對象背叛之後 你這輩子就不會再相信他了 好 那說柯文哲 其實也公開私下 都講過很多次了 現在過那麼久 我們就可以再想更白一點 蔡英文是在2018年的1月的時候 跟柯文哲見面 告訴他不會提市長參選人 所以柯文哲當然也就在這個基礎下 支持蔡英文選2020 所以他說那我就不要出來選 那現在柯文哲也沒有出來選 可是本來前一次 他還有可能出來選 那你為什麼沒有辦法阻止5月的時候 民進黨的總職會去提名姚文志呢 姚文志也受傷 你看幾乎也退出政壇 如果姚文志沒有出來選 他現在還是立委 所以其實他覺得 他對蔡英文不信任 蔡英文的這個怎麼講 就是猶豫 然後沒有辦法做決定 然後當黨主席卻又無法控制 他的黨員這件事 他覺得聲通誤覺 蔡英文的事情 蔡壁如跟柯文哲他們兩個 基本上就是兩位一體 他是他非常信任的幕僚 所以他會拖這個文代表 他的老闆柯文哲就是這個想法 就是不相信你 你論文 只是說我現在不方便出手而已 有很多人在質疑你 到現在為止的 幾個質疑蔡總統的教授們 都還認為博士論文是確實不存在的 就是你沒有這個博士學位 當時你的論文提交過程有問題 所以他才會貼出這個 讓大家知道說 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那當然因為現在比較敏感 所以我只是提醒 就代表說蔡英文跟柯文哲 是不好的 這點很清楚了 其實除了蔡壁如之外 外界其實很多人還在質疑 包括這個蔡總統 他的學歷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論文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存不存在 我們現在看鳳欣姐手上有一個是 小英學生紀錄表 怡雲 是 這一個學生紀錄表 其實總統府自己提出來的 他們的重點是放在這裡 就是說你看 都已經頒發學位了 所以表示說 這一個學位拿到博士學位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你知道這個紀錄表裡頭 是一堆密碼 我來跟大家解碼 外界質疑的點在哪裡 第一個 這一個學位 其實並沒有說明是什麼學位 它是碩士學位 還是博士學位 其實並沒有說明 你說學位已頒發 但沒有說是什麼學位 於是就來了 關鍵點在這裡 關鍵點在這邊 你大家看到 這裡面說明的是什麼 1982年的11月10號 他突然就是放棄了這些課程 很多人講說放棄課程是修完了 可是沒有 他後面有一個 因為他的財務困難 財務問題 財務問題 放棄課程還是放棄學位 放棄課程 因為財務困難 如果你都已經放棄了課程 然後因為財務困難的話 於是就回到了這邊 為什麼你的紀錄只有到82年 你82年之後就沒有紀錄了 沒有任何的紀錄了 所以大家又開始又回到了這邊 你到底求取的是什麼學位 一開始的時候 這邊劃掉的是碩士學位 上面就用手寫寫了一個PhD 可是下面又有一個Rachel Rachel回到1980年的10月 什麼意思 你回到1980年的10月 是你剛進倫敦政經學院的時候 你只有碩士 所以你到底求取的是碩士論文 還是博士論文 是碩士學位還是博士學位 這裡也有了爭議 所以因為你曾經因為財務困難 而放棄課程 然後又有這樣子的爭議 然後同時又沒有1982年之後的紀錄 所以就很多人就說 那怎麼會突然1983年 說你通過了這一個論文的題目 然後最後你拿到的 到底是什麼學位 所以總統夫給這個是說 他已經拿到學位了 不過越說越擰 越說越多疑點 到底是什麼學位 不過當然我必須說 越質疑的人 其實在提這一點 我幫大家解碼到現在 我告訴你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就是相信蔡英文的人 可以幫蔡英文找一堆解釋的理由 可是確實這一些 解碼出來的結果 包括了說 為什麼你82年的時候 你居然會因為財務困難 而這個